接着上期再说一下举重蹲和普通蹲 它们都有啥区别 分别适合什么人 还有为什么不要因为个人的审美追求 去强行选择不适合自己的蹲法 举重后蹲 顾名思义啊 适合练举重的人 特点是杠位高 幅度深 膝盖和脚踝的折裂度很高 再配合高跟的举重鞋 甚至大腿都能贴到小腿上 从侧面看 上半身更直 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举重蹲很帅 这是因为举重有一个技术特点 需要杠铃尽量的贴身才好接杠 所以举重的后蹲训练采用高杠 骨四发力很多 上半身更加的竖直 甚至核心都不用说太紧 腰椎是可以带点反攻的 这都是一种专项化的深蹲模式 对举重本身帮助更大 但是不适合身体条件一般的普通人 为什么这么说啊 首先举重运动员是经过选拔的 关节脆的早刷下去了 再看比例 举重队是没有大长腿的 一般是上肢下肢五五开的人 这种比例的人 深蹲时骨四发力多 最坚硬核心松散 那你去坚人房 先别学什么正宗的奥蹲 也不用管什么股四的发力感 先把最基本的宽息协同发力给做好 先摸索出自己发力最顺畅的动作模式是什么 怎么稳定怎么有劲就怎么蹲 举重的蹲法更像是弹簧 更注重盪铃的上升速度 但是关节压力会大一点 而普通大众的深蹲更像是液压机 更注重稳定的持续输出能力 虽然速度没有举重的快 可是你用的是最优的杠杆 一旦把张力做好 遇到压力是可以扛住并稳定输出的 这种模式的深蹲能让你在变强壮的同时 也减少受伤的风险 天赋有限 下期我再说一说长腿的人应该咋蹲 喜欢的话可以给我点赞关注 MAC一下